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呢,给大家出一期干货 那很多小伙伴最近在问我 我在美国买了房之后 我要怎么去处理我这些房子相关的utility 也就是水电煤气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要怎么开户,怎么付费 包括地税啊,还有上网啊,都怎么弄呢 其实啊,现在的社会非常简单 有很多事情呢,都可以在网络上完成 那今天呢,我就带你们一起看一下 到底我应该在什么网站通过怎样的方式 去申请水电煤气上网垃圾 还有怎么样去交你的地税 好,那现在呢,跟我一起去看这个屏幕哈 首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网页呢 是socall Edison 也就是在南加的电力公司 那一栋房屋啊,不管你有没有太阳能 我们都是要付一个电费的 那当你的房子装了太阳能之后 电费可能会便宜一些 但是还会有很少的一部分 需要你在太阳能拥有一个账号 那么在外国买家来说 如果在美国没有账号的话 可以去申请一个ITIN 也就是个人税号 或者呢,可以请一个 可以用一个公司的税号来代替开户 好,那首先呢 我们现在在Edison的网站上 我们可以选择register 网站的地址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register 然后呢,我们可以打上我们的邮箱地址 然后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密码 好,然后我们就点击下一步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service address service address也就是说 我的要开户的房屋地址是什么 那当然了 如果你以前有Edison账户的话 你可以选择第二个选项 也就是customer account number这一块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账户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然后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输入我们的邮政编码 好,那今天呢 我们用92618 好,那他现在呢 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让我去verify 我刚才用这个邮箱 去申请了一个Edison的账户 那只要登录我的邮箱 然后再从邮箱这边进行登录 那我这个account呢 就申请好了 接下来呢 我只需要去输入房屋的信息 然后上传他们所需要的资料 那有些呢 可能会需要我们交一个押金 那只要完成了这些 便可以完成这个账户的申请 好,那去申请店呢 是去se.com这个网站申请 好,那申请好了店之后呢 让我们现在去申请煤气 那煤气呢 在南家的煤气公司叫 so-called gas 那同样的也是可以上网申请的 那么我现在在煤气公司的官网上 看一看我们如何去开户哈 那首先我们先刮到这个网页的最底端 看这边呢 有一个start service这一块 那这里呢 就是重新开一个煤气账户 那如果你以前有一个账户 我现在只是要搬家的话 我就使用上面的这个 或者是说我现在想停止我的服务的话 我就选择下面这个 好,那我们现在点开这个start service 那跟刚才很类似 就是说我们需要输入我们要开户的地址 那可能这个Edison的网站当掉了 那如果我们要开户 就是在他们网站OK的时候 就是我们跑到下面start service这一块 然后点开 根据他的要求去填写我们的房屋资料 地址 然后还有个人信息等等 然后根据他们的要求上传一些资料 包括选好要开始服务的日期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Edison的一个account number 也就是账户号码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账户号码去申请一个网上账户 那无论是刚才的Edison电力公司 还是Gas Gas Company这个煤气公司 我们都可以设置成网上自动付款的方式 这样呢就不会担心哪个月 因为忘记交费而被罚款 好,那看完了SoCalGas这个申请煤气公司的网站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水费该怎么申请 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Urban Ranch Water District这个网站上呢 首先往下滑 滑到这边跟申请煤气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来找这个Start a Service 点开之后呢 我们要选择类型 这边呢要选择我们要开始一个业务 那当然我们如果是想关闭水的业务的话 是下面的这个 然后呢上面会填写一下日期 然后个人的信息资料 这边呢如果你有设案号可以放 但是它没有标新兴 所以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必须要输入的内容 那这边呢就可以填写你是屋主啊 还是房客呀,还是房屋管理公司啊等等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填 要开水的房屋的详细地址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邮寄地址 为什么邮寄地址和详细地址不一样呢 假如说你房屋是出租的话 屋主可能住在另外一个地址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边是你的邮寄地址 然后再去点这个send request 发出请求就可以了 那同样在申请好之后 你会有一个水公司的账号 那当你有这个水公司的账号之后呢 你可以去网站的register 这边去注册一个账户 然后去设置网上ACH付款 好,那说完了水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耳腕的垃圾 那么垃圾要去的网站呢 是crwasteservices.com 那到这个网站之后呢 我们先选择我们所在的区域为加州 呈现耳腕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屏幕上的选项 如果我要付垃圾的账单 可以在这边 那么如果我要去管理我的账户 可以在这边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去进行垃圾的开户 那说完了垃圾呢 我们再说一下网络 那么在耳腕这边呢 大部分用的是Cox 这一个网络公司 那我现在在Cox的主页上 然后我们看它这边都有 offer 网络 电视 然后还有电话 当然还有这些帮走在一块的服务哈 那当然我们选好了我们想要的帮走服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网上去进行注册 然后去预约安装网线和电视电话线的时间 然后呢 就可以设置一个自动付款的项目 那你看这边它会问我要求我的家里地址 以去核实他们在这个地址是否提供服务等等 所以就是在这边 然后价钱呢 就是它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promotion 所以呢可以时常去看一下哈 好 那网络说完了之后 现在我们再说一下地税吧 那在美国呢买了房产之后每年要交两次地税 每次的截止日期呢分别是12月10号和4月10号 那4月10号之后 在这日期之后再交呢就会有一些质纳金 那么为了避免质纳金呢我们最好是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交 那交的方式呢你可以寄支票 那我个人呢更加喜欢上网支付 那上网支付呢你可以选择使用e-check 也就是输入你的账户信息号码 或者是使用你的银行debit card 银行存款卡 也可以使用credit card信用卡 那当然了使用GPL的方式是最少手续费的 因为它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收手续费 但是如果使用银行卡的话 它可能会收几块钱的手续费 但是如果使用信用卡的话 那它可能会收取更多的手续费 比如说几十到一两百美金不等的样子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呈现如果交地税的网站是什么 是ttc.oc.gov.com 那我现在在这个网站的首页 我就可以点这个选项 pay bill property tax 然后呢我就输入我所需要去查的地址 便可以了 那我输地址的方式很多 比如说房子地址啊 或者是地块的parcel number啊 或者是我们如果收到了地税账单 我们也可以用地税账单的形式去输入进去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付款方式 好这是呈现房产的付地税的地址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 洛杉矶县的房产税的付费地址 ttc.lecounty.gov 那在这边呢看我们第一个选项就是我们的地税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pay property tax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去选择我们要付费的方式 你看它第一个就是说online e-check 也就是说我们以网络支票的形式付出 然后呢就是credit和debit card 或者是mail payment 也就是说寄出支票的方式 甚至可以打电话支付 那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这两种 因为这两种是最快最便捷的 因为有的时候寄的话需要时间turnover time 那打电话的话可能会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跟电脑 跟电脑共通嘛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耗时耗力 那上网支付是最简单的 好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下河滨县的地税该怎么付 现在我们位于河滨县的官方网站上 网站是countytreasure.org 那首先呢我们点这一边 就是review pay property taxes e-billing 然后选这个pay online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点这个account search make a payment 当然有的时候你收到地税的话 收到地税账单的话 用账单是最简单的 如果你没有收到账单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去通过你的房产地址来搜寻 然后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很多时候还输入房产地址的时候 如果是接到接到后面的尾坠 比如说street drive或者是lane这一系列的 其实是不用打 这样搜索的地址可能是更加精确的 因为有的时候打这个尾坠的话 地址可能会搜不出来 那当然了如果你搜不出来的话 可以尝试用其他方式 比如说你的账单号码啊 或者是你的parsal number啊 去查一下APN的记录啊 这些都可以的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个很实用的简单的小干货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给我点赞 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